HELLO 愛朋友們,我是Ash,夏天要到了 就是一個要玩水旅遊的季節 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夏日防曬全面升級 今天要分享的都不是防曬乳 不是那種擦在身上的防曬乳,OK?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防曬乳以外的防曬好物 我告訴你,你今天這集一樣是錯過了 你今天夏天你就會黑,OK? 再不訂閱我的人,你這個夏天就會黑三階 我告訴你,白不回來! 欸,惡毒! 兩週前我才從佛羅里達說 And的墨西哥坎坤回來 所以你們看,I got 10,OK? 我其實有曬黑蠻多的 那這一次在旅途中用了不少防曬的好東西 要是沒有這些東西,我大概會曬成青蛙乾 首先第一個跟大家致歉就是我家在衣櫃斷舌裡 所以所有的衣服就是混亂在,你知道,everywhere 我找不到那件我要展示的好 這個呢,就是長袖的半身泳衣 或是半身潛水衣,whatever,你怎麼叫它 但是呢,其實它就是泳衣的材質 但是做成長袖的,然後只有半身 那兩年前我去夏威夷的時候拍vlog 你們如果看影片就知道 其實我很常穿的那件在海邊玩耍什麼的 那件有非常多的功能 第一個它可以防曬 有的時候在中午12點到下午2點之間 或甚至2點到4點之間是獵羊最曬的時候 我們肩膀啊,後頸是最容易曬傷 曬到脫皮發紅的地方 如果你是一整天從早到晚都在外面玩水的人 然後呢,中間獵羊最曬的時候 可以穿上這個泳衣來做你的防曬 那一般我們拍照還是穿比利尼啊 或是我們自己的泳衣好看嘛 可是等你拍完照或是長時間下水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穿上這個半身的泳衣 像這次我是去拉風帆 我們就是隨時會濕,對不對 所以你也不會穿一般的衣服還是會穿泳衣 可是你也不是一直泡在水裡 然後這個地方啊真的就變得很曬 所以在正午的時候 我真的蠻推薦穿上這種長袖的泳衣 那這個長袖的泳衣 還可以讓你做到一點保暖 像是我之前去夏威夷 有的時候太早下水 我覺得海水有一點點冷的時候 我就會套上這個長袖泳衣 保暖程度絕對比你只穿比基尼來的有效很多 我非常推薦要去海島國家 長時間從事各種水上活動 尤其是那種你不是長時間泡在水裡的 比如說什麼滑獨木舟啊 什麼玩那個SUB啊 或是你知道我剛剛說拉風帆啊 這種就是水上活動 但你不是always人在水裡的 這個我還蠻推薦 擁有這件 我去一定必戴 下一個要分享呢 看似普通常見 實際上呢 它有非常多的巧思在裡面 大家一定要仔細地聽我分析介紹分享 就是防曬外套 這個時候你就要翻白眼啦 Ashley 防曬外套 可以台灣那麼熱 那麼多牌子在一起 我們怎麼可能沒有防曬外套呢 替你在那邊廢話 等一下 你要聽我講為什麼我覺得這件防曬外套真的 太對不起了 我希望我可以早點遇到它 我先跟大家說為什麼 就是我以前呢 也有過不少防曬外套 但是像是這種啊 這種一般的 我拿遠一點 防曬外套呢 就是我以前也是每一天 什麼遛狗啊 拿信啊 什麼都在穿的這樣 後來呢 我遇到了這一件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是哪一件 防曬外套我才發現 我媽的其他我的防曬外套 通通都可以丟了 這一件簡直就是 防曬外套之王 它真的是以王者之之呢 就是打敗其他防曬外套 它有非常多精細的小巧思 在裡面讓我在穿啊 使用的當下都讓我覺得 為什麼別人都沒有想過這一點 首先我這次去佛羅里達州 去迪士尼啊 去坎坤啊 都是非常曬 那我又不可能在迪士尼裡面撐傘 可是佛羅州很熱 所以我都是穿這種細肩帶 這個時候呢 我就非常需要防曬外套 我先穿上給你們看 然後再告訴你它厲害在哪裡 OK 我那個一整個禮拜的旅程 every day都穿著它 一般我以前用的防曬外套 我覺得它們不夠好的問題點在哪裡 它一樣是做這種很透氣 然後呢上面甚至還設計 非常多的小洞的材質 然後已經夠薄夠透了 但是我以前都覺得還是太熱 直到遇到我身上這一件 它這個是那種 冰絲沁涼的布料 一穿到皮膚上是 冰冰的 OK 冰冰涼涼的 那通常啊這種布料呢 你一開始穿都會覺得 欸好涼喔 依依你在室內啊 你就出去那個正午啊 有沒有 那個獵羊下面站三個小時 你再告訴我它有沒有讓你冰絲沁涼 對不對 所以你在家穿不准 我這次呢就是連續迪士尼 兩天都穿著它 它真的夠涼 我不敢說它沒有讓我流汗 當然那麼熱我一定是有流汗 但是它至少沒有讓我覺得好嗎好熱 我要穿不住了 所以首先第一點 它這個很涼感的這個優勢呢 免壓其他的防曬衣 好第二個這個小優點 就是應該大家都有 就會很快戴過 比如說還有做這些 這個小洞口啊 讓你手穿過去啊 讓你手可以防曬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它做短版的 你看到沒有 它做短版 我給你們看我原本的防曬外套 它穿起來就是一個一般外套 運動外套的長度 這個短版的這個看起來 年輕 有活力多了 就不會讓別人覺得就是 雷贅你知道嗎 包含我現在穿的是牛仔短褲 你看這樣完全OK 洋裝裙子 配這種短版的真的就是好搭非常多 然後也不影響你整體那種 青春洋溢的造型 好它最重放極的優點 我還沒有講到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 我告訴你 我這次去迪士尼的時候 我發現我沒戴帽子 OK我就想說 欸這麼曬 我怎麼會沒戴帽子呢 欸我這個自己有帽子 我就把這個帽子戴起來 OK 結果我戴起來當下就發現 OMG 你們看到沒有 它自帶小帽顏 你們不要小看這一塊 5公分塗出來的小帽顏喔 它在那個獵羊之下 真的救了我一命 因為我眼睛幾乎要睜不開了 我立刻我告訴你 降三度 它還有做一點點硬挺 所以它可以撐在那邊 幫你擋太陽 加上它裡面呢 做了這種 防光的塗料嗎 這個摸起來就是有一個塗層的感覺 它真的跟一般的那個小帽顏 是不一樣的 這實在是太貼心了 這個小帽顏呢 你要是覺得太陽真的很大 你就這樣往前拉 我告訴你你看到沒有 它真的就像是一個真的帽子一樣 幫你擋太陽 是不是真的太貼心 一般的帽子就是長這樣啊 什麼帽顏都沒有 這個小帽顏真的 太聰明了 那個遮光的塗層 做挺的帽顏設計 跟那個小小的長度 Perfect 還沒有講完不要那麼激動 OK 激動的是我 現在已經有點流汗了 它這裡還做了一個拉鍊 如果你頭髮很多的 然後如果你有綁馬尾 你通常戴上這個帽子之後 你的頭髮跟你就是 全部就悶在裡面 擠成一團 然後就是頭髮在你的背上 汗水裡面這樣繳和在一起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的頭髮 就可以透過那個小拉鍊的洞口 拉出來 頭髮又長 又多 又厚重的人 他就會很需要那個 拉鍊小洞口 最後一個我覺得它魔王級貼心 這個小設計 也是在其他的防曬衣上面沒有看到 或許現在 其他牌子陸陸續續都有做到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擁有的防曬衣 我沒有看到它們有這些功能 就是當這個拉起來之後啊 我告訴你這個呢 就是我真的只有在車子裡面 才會這樣做 因為在路上 我是怕別人覺得我是死定病 但是這個真的很棒 來我來示範一下 就是齁 你看我把帽子拉起來 OK擋太陽對不對 好我們把馬尾通通塞進去 好 然後把它拉起來 唉唷有沒有有沒有 看到沒有 自帶面罩 你眼睛以下的地方 全部遮到了 遮掉了 還有一點小透氣 雖然我每一次呢 把這個拉起來 我都會被我妹笑 但是呢 我妹很黑你知道嗎 所以呢沒關係 我們看誰先老 OK我們看誰先長班 就不要笑我這種防曬魔忍 所以這件外套呢 我這次去佛羅里達州的迪士尼 And的坎坤 我真的是Everyday都穿著它 這個還有一個優點就是 因為每一天我都流非常多的汗 它清洗起來真的非常的方便 它就是泡泡水 然後我就撒一點洗衣粉 就這樣靜一靜靜一靜 然後沖一沖沖一沖 就來回一個五次而已 我根本沒有戳它 掛在出風口 或是掛在浴室裡面 隔天它很快就乾了 所以這個清洗上面也是非常的方便 它又輕亮又薄透 穿起來又舒服 造型方面也很加分 然後小小的功能的設計上面 都非常的貼心 讓我覺得 應該很難有防曬外套贏過它了吧 下一個是防曬外套的變形 OK我覺得你們很多人 一定會覺得看得很問號 沒關係我示範給你看 是不是看不太懂 它其實就是防曬外套的變形 但是它有防曬外套沒有的優點 其實就是你穿這種背心啊 細肩但小可愛 或是只是背心的洋裝也可以 你想要稍微擋一下太陽的時候 就穿這件 那它有的優點就是 首先它布料直接少一半 所以它折起來真的非常的小 它揉起來只需要一個拳頭大小 非常的輕 而且它比剛剛那一件 還要再更薄一點 所以真的非常的清涼 好再來呢 它下面全部是空的 你知道嗎 所以呢你的風完全可以灌進去 掛一批布然後擋住你最在意的 比如說胸口啊 肩膀最容易晒傷 還有上背部的這個地方 你看它就只有一半這樣子 其實你不扣也可以 它打開就會變這樣 就很像一件半身流行的小外套 老實說我認為有一種 有一種韓團的感覺 就是很韓 很韓國 很像韓國妹妹少女 他們會穿的那種衣服 怎麼會這麼貼心 這麼知道女生的需求 就設計這個的人 應該是很怕熱喔 因為你看它這裡 還有非常多的洞 它就是很怕熱你知道嗎 它讓很多風啊 空氣啊都可以灌進去 有沒有 我記得這個有很多種顏色 只是我會選粉紅色的 衣服外套類我們講完了 下一個呢 是帽子類 那我拿出這麼多 我手邊擁有的帽子 就是我想跟你們分享 各種帽子 在防曬上面 我的心得 好我們先從 最一般的這種棒球帽開始 看到最多人 大概除了造型之外 就是在看球賽的時候 然後幫你擋太陽 讓你眼睛可以睜開 但是呢 就只有前面的帽眼長而已 旁邊的光都擋不到 所以這個不會是我推薦的首選 下一個是這種 網球帽改良式的這種草編帽 這個帽眼這邊做得比網球帽還要更大 然後更廣 前面還更長 戴起來呢 真的可以幫你擋住更多範圍的光線 你看它這個帽眼都做到耳朵的側邊了 就知道它這個做得真的很廣 而且還有加長 那也因為它上面是有痘的 所以它戴起來不會那麼熱 不會整個布都悶在裡面的感覺 草編還有一個優點就是拍照好看 然後很好搭配你的衣服跟造型 可是我旅行的時候 就不太會戴這種 就是它是硬的 不太好折疊 這種固定形狀的帽子 你就很怕在旅行的時候 它很佔空間 或是你把它壓壞對不對 於是我就入手了一個進階版的 將將 來 這個呢 是很像剛剛的那個網球帽的改良 但是你看 它的帽眼更廣更大 我跟你們比較一下 你看看它們帽子分別 能夠遮光的長度範圍 這個是更勝一籌 那這個呢 戴起來老實說 比剛剛那個舒服非常多 因為它沒有那個固定的鐵圈 就不會讓你覺得這邊一直被壓破 然後戴久了會有點頭痛 這個不會 它遮光的效果 有沒有更好更全面 讓你覺得 我真的是擋了四面八方來的光 那這頂帽子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就是 你還可以這樣子把它繞起來 你看收起來之後 它就跟你的手掌差不多大 然後呢 打開它也不會就是有任何回損啊變形 我覺得這個是很多女生在旅遊的時候戴帽子 戴草帽 最頭痛的地方 那這個就完全幫你克服了這樣的困擾 我真的覺得超級貼心 一樣是草編的設計 所以在拍照啊造型穿搭上面也是 讓你很好搭配 真的太貼心了 OK我真的超級愛這一頂 如果你覺得這一頂呢 已經幾乎270度都幫你擋到光了 只剩下最後後頸脖子的地方沒有幫你擋到光的話 我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是這種bucket hat 叫水筒帽嗎 還是漁夫帽 應該是水筒帽 這種就是一般你們看很多明星有一代的那種造型的水筒帽 那這個呢老實說 雖然呢它有帽顏也是360度的 但是真的太短了 我在講的是烈陽強光長時間的曝曬 這個真的不夠 所以OK我們不考慮 這個才是真正我覺得360度無絲角的很強的防護的bucket hat 這裡也是有非常多設計的巧思在裡面 我現在每一天遛狗散布我都用這個 因為現在剩下 它首先要夠輕 再來它要有一點防水 然後我覺得很貼心的就是它這裡一樣有設計 有洞 有沒有有洞 所以你戴上的時候真的不會那麼的悶熱 你也不會說外面在烈陽的曝曬 然後裡面在下小雨 就是因為你很悶熱然後一直一直在流汗 再來就是它這個帽頂這邊 我覺得很多bucket hat會做得很 I don't know 是我的問題嗎 就是太合我的頭型 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我拿下來的時候 我的頭髮髮型會全毀 所以你通常就是戴上這種帽子 你就不太能夠拿下來了 但是這頂呢比較不會 就它的程度會低一些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做的這個頭頂的空間 是比較有餘裕的 所以它不會讓帽子整個把我的頭髮 跟額頭頭皮 就這樣壓啊 黏在一起這樣子 那戴上它之後呢 真的我跟發給你們看 就是 我就這樣輕輕的蓋上去就好 我不需要把它這樣往裡面帶 但是這個啊 這個就會 它就會讓我的頭就是非常剛剛好的卡 裡面是我頭太大嗎 好不好 這個有做這個小細繩 讓有風的時候 或是你在爬山的時候 帽子都不會被吹走 那這個細繩是可以拆掉的 很多不能拆 我跟你們看如果你是長髮啊 本來還覺得它會不會戴起來很土很鬆 我後來發現一點都不會耶 不知道是人美戴帽子就不吹不鬆 還是它這個帽子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為什麼 因為我以前戴類似像這樣的帽子 我都覺得很像是 就是那種什麼纏棉花的人在戴的這樣子 裡面完全是那種遮光的塗層 我告訴你 有沒有這個遮光的塗層差非常多 真的可以減3度C 在獵羊的時候 你不要小看 差點忘了講這個帽子超級大的優點 它的這個邊緣啊 裡面是有軟鐵絲的 我覺得應該是鐵絲 所以你可以 自由的凹跟調整你要的角度 你要前面這樣子 你看往上 欸怎麼有點像海盜 好客船長 然後呢你要它往下 或是這邊這樣子凹 它都可以依照你要的這樣角度這樣子變換 然後呢它會固定 是不是很方便 分享完我手邊的帽子 接下來我要講給你們每個人都有東西 防曬傘我覺得台灣很多女生一定都會有 但是呢我只是要講一點就是 你們知道我這次發現 KJ森的折疊傘有多大隻嗎 它的折疊傘 is like this 很大隻 它是我折疊傘的兩倍長 男生嘛 他可能就覺得 我不覺得重啊 但女生的包包都很小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的折疊傘還是很大把的話 現在的折疊傘都做得很好 就是手掌的大小 而且又扁 再來就是你如果 傘不是拿來擋雨 而是拿來擋太陽的話呢 一定要記得看到裡面它是不是有 防UV的塗層 有沒有這個塗層真的差太多了 我知道白色或是透明傘漂亮 那你就拿來遮下雨天就好 如果是擋太陽的話 那個就是有遮跟沒遮是一樣的 一定要記得找 有塗層的 下一個我要跟你們分享的呢 其實我覺得它只是有趣 是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它就是很像一個粉餅盒 就這麼大喔 你知道是什麼嗎 它是一個折疊的墨鏡 它真的折起來就只有這麼大而已 然後我把它打開給你們看 它真的太令我驚訝 而且它超薄超輕的 它可以這樣 然後再 就這樣變形金剛 然後就變成一個完整的墨鏡 那這個墨鏡呢 它的鼻墊做了一個非常厲害的指滑 它不是只有材質做指滑 它還做了一個凹凸面的設計 讓你真的可以卡在鼻樑那邊 因為這一次我去迪士尼的時候 流太多汗 真的我那個眼睛一直滑下來 然後你們看那個影片就知道 我就一直這樣推一直這樣推 因為它就一直滑 這個指滑真的 好厲害喔 真的完全不掉 然後再來就是它超級輕 你拿起來就會覺得像個塑膠片一樣 所以你不會這樣子一隨便低頭啊 它就整個掉到地上摔破這樣 然後如果很重視登山清亮的人 這個墨鏡可能可以考慮 要不然一般墨鏡我們都會收到眼鏡盒裡面 那你如果還要再戴一個眼鏡盒 就是體積比較淡 那它這個收起來真的就只有這樣 我再給你們看另外一款 很可愛 喔 就是這樣 喔 這樣 然後再這樣 戴上去 喔這個更黑 好輕喔 欸這墨鏡我喜歡欸 一般去戶外院到我不見得會戴我那些很昂貴的墨鏡 我之前去海邊的一個經歷 輕生經歷的慘痛 就是我在那邊拍照嘛 好開心好開心喔這樣 那因為流很多汗 所以呢鼻子很滑 那那個墨鏡本身比較重 我這樣一往下看的時候呢 它整個這樣子 掉在地上 好掉到地上不打得近 那時候正好就是一陣海水這樣上來 然後那墨鏡這樣掉下去 它就跟著海水這樣咻 就掰掰了 它就進了大海這樣子 飄向大海 可以飄向何方 我是不知道 就在那麼千俊一髮之際 也就損失了一萬多塊的墨鏡 所以太昂貴的墨鏡呢 我是不會在我從事戶外 因為那種爬山啊 這種容易跌倒的海邊啊 帶著 今天的最後一個 我認為 你們一定會想要笑我 但是 請先收住你們的下巴 還有你們想要 嬰笑我 嬰逢我的這個情緒 OK 表情管理要做好 這個呢 就是我買回來的時候 OK Kinson就是一臉問號 因為我在家總是要先試用嘛 那不好意思 它打開體積非常的龐大 它大到我沒有辦法 站在這裡示範給你看 所以我只好另外補畫面給你們看 這個呢 就是 這啥呢 這是一個 一鍵是彈開的 收納帳篷 厲害吧 我們趕口拍拍手 有一點這種東西 都買得到 而且我還把它帶去了 好 這是要幹嘛 沒帳門 這是要幹嘛呢 我告訴你 就是一個非常輕薄輕便的 在海邊或草地上面 可以用的帳篷 我之前跟K先生去 不知道是河邊還是哪裡 然後旁邊的草地上面 就很多人在那邊BBQ這樣 那我們想要躺在那邊 就是放鬆一下 那很多人都是鋪什麼野餐店 對不對 那野餐店有辦法防曬嗎 你去海邊 你需要去租陽傘 對不對 看到別人有那個 有擋太陽 都好羨慕對不對 然後你沒有搶到有遮音的地方對不對 我告訴你 有這個 什麼位置對你來說都是有陰涼處 因為呢 它就是一個沒有門的前開式帳篷 它下面還延伸了一個非常長的一塊布 我們兩個大人 橫躺在裡面 都沒有問題唷 然後那時候 我就讓狗在附近這樣子跑啊 然後我們兩個人就躺在那邊聽音樂啊 滑手機聊天啊 喝啤酒啊 中間還不小心睡著一會兒 是不是很棒 那個時候我在家把這個這樣打開 那Casen就是一臉狐一說 你到底買這要幹嘛 然後這個不是真的帳篷 這不是能夠過夜那種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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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這個是什麼登山的那種過夜 讓你在裡面這種拉起來 可以睡一個晚上帳篷嗎 它不是它沒有門 OK 所以呢女生你如果跟我一樣 我是完全不會打帳篷 這個是一鍵彈開 就是你根本不用任何的技巧 你只要可以把它從這個袋子裡面拿出來 然後把它這樣打開放著 它就自己變成一個完整的帳篷 厲害了吧 那你如果要收它的話呢 我告訴你是需要摸索一下的 就是你要按照它原來那個邏輯 把它折回去 然後塞進這個袋袋裡面 欸你就成功了 這個也是我覺得 非常厲害的防下用品 因為我就再也不用去海邊 還要羨慕別人就是 他們都有陽傘 然後他們都自己帶了那個什麼 有屋頂的那個 他們就搭那種真的很像帳篷的東西 都要四個壯丁在那邊這樣這樣這樣 我跟你講再也不用羨慕了 我是不是值得一個掌聲跟鼓勵 我是不是什麼用品都想到 有了這個 你還不給我按個讚 還不留言說你怎麼那麼瞎 你怎麼那麼神 買到這個好棒棒呢 我跟你講 當下呢你的朋友一定都傻眼說 你幹嘛帶這個啊 等到他們呢在你的陰陽處下面 寄你篱下的時候 乘涼的時候 嘿 你就知道 誰才是防曬謀人真 這個有遠見好不好 是不是 好啦那今天介紹的部分的東西是有 團購的 那你們可以去下方看團購的資訊和連結 那如果你自己已經有了 或者是你知道哪裡可以買到更好的 你也可以去買你喜歡的 不見得要買我所推薦的 就跟大家分享這些防曬的好東西 希望大家整個夏天 欸都可以過得非常的愉快 然後做一個防曬美人 OK好我是Ashley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我的頻道 我們下今天見囉 掰掰